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新人不断涌现 是典型的新兴加工厂 上赛季天津女排虽然缺少了朱婷 但拥有李莹莹 袁新月 王媛媛 姚迪 刘艳涵 再加上强力外援瓦尔加斯 在实力上甚至不输国家队 也正因如此 天津队以全胜战绩夺冠 未免之路未遇到任何挫折与阻碍 而江苏女排缺少了张长宁的情况下 在龚翔宇 凋零宇 吴涵的带领下 配以欣欣吴孟杰 杨佳 万子月 妮非凡等00后 同样站到了决赛的舞台 尽管最终江苏队争冠无果屈居亚军 但人才厚度一览无余 全新的赛季 两支球队在人员上变化不大 那么冠军之争还是金苏两队会失与竞争吗 有点难 天津女排新赛季冰强马壮 虽然刘燕涵很可能不再续签 但瓦尔加斯已经二度加盟 姚迪已经回归 副攻位置有缘心愿和王元怨 这队国家队组合 主攻位置上李盈盈的对角 还有王毅竹 陈伯雅 刘美军三位前立股 天津队只要不犯错 成功未免的几率相当大 可是江苏队就不同了 本赛季他们晋级四强 恐怕也非一世 由于新赛季排超放开了外援政策 因此立志于争冠的球员开始大肆招兵买马 上海 北京 深圳均有高水平外援加盟 就连山东女排都开始放弃了全华班 而江苏队新赛季仍与全华班争战的情况下 还面临着主力球员的缺失 张长宁缺席了世锦赛之后 再次缺席联赛的可能性相当大 龚小宇的伤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即便龚小宇参赛 恐怕也不能场场主打 指望吴晗和刁林宇带领一批年轻小将冲击奖牌的难度可想而知 就将苏队的配置来看 虽然主攻位置有吴梦杰和吴晗 但吴梦杰在亚洲杯上都未能打出绝对的统治力 而吴晗身高无优势 攻击力明显不足 双无绝对不能称为排超顶级组合 就算还有唐欣 可是他也并非一锤定音的选手 复攻位置上的杨家和万子月确实具备不俗的潜力 但已经被对手熟知并研究透彻的情况下 是否还能发挥上赛的威力 势不小的悬念 一旦功效与缺席部分场次的比赛 许路遥周叶彤能撑起江苏队的右翼吗 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自由人迷非凡的进步不明显 能否在后排做好一船防守等保障工作也不敢确定 当然二船位置有凋零与和孙燕 这是江苏女排引引为傲的位置 就如今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江苏女排今年仍旧会是小鬼当家 但综合分析 够位置上的搭配 闯进前八没有多大问题 但在其他竞争对手加大了引元力度的情况下 想要闯进四强并不容易 除非小将们能超水平发挥 否则就算龚小宇再努力也独目难知 何况他的伤病还是隐患 江苏队的进攻不容乐观 吴孟杰周叶彤等人的进攻成功率有待改善 这批年轻小将的一船是个大问题 一旦施海荣解决不好 江苏女排很难再向天津队发起冲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